大家好,我是健康茶室小季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那我们知道新谷红石医生呢 他是一个肠胃科专门的一个医生 那他讲到在35年前他有一个经验 让他对于牛奶这件事开始有不同的看法 那当时呢,他是有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这个小孩子 他是长期有过敏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在七八个月就开始皮肤过敏 那过敏的状况没有改善以外 到了他三四岁的时候 他还有血变的一个情况 那父母就非常紧张 带着他去看很多医生 那一直到来找到这个新谷红石医生的时候 他去查他的一个肠胃 发现他有慢性的肠胃发炎的一个状况 而且呢,通常这个慢性发炎都是跟饮食有关 所以他就开始调查他的饮食 是从小到这个四岁的过程当中 到底饮食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就发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孩子七八个月的时候 他要戒掉母奶 开始用牛奶的时候 孩子的过敏反应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出现的 所以呢,他就鼓励 他就建议这个父母 把这个孩子的牛奶停掉 诶,果然停一个礼拜以后 孩子就没有再有血变的一个情况 所以新谷医师开始对于牛奶这个部分 他开始产生好奇 就去做了很多的研究跟了解 那我们知道牛奶它本身是弱蛋白 那弱蛋白呢,它很容易进到我们肠胃以后 在我们的胃以后,它会凝结起来 所以第一个它非常的不好消化 那一般弱农业呢,它在制造牛奶的过程当中 那它会需要做一个均质化的一个过程 所谓均质化就是要把那些脂肪平均 所以这样喝起来口感或者是感觉会比较好喝 那经过均质化的第二道就需要高温杀菌 所以要用将近1000度的温度来杀菌 那在这个高温杀菌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在均质的过程会有空气进去 那空气遇到牛奶里面的脂肪 就会变成一个生锈的 像生锈过氧化的一个脂肪 然后再加上高温 所以我们都知道哦 如果一个东西高温去炸 然后不断的去油炸的过程当中 这些油脂它就会变脂 所以相对于在牛奶里面的这些脂肪 它也是一个过氧化 也是一个变脂的一个脂肪 所以其实牛奶是有点类似 像生锈的牛奶这样子的概念 那另外来讲很多医生讲到 如果我们有骨质疏松 应该要补充牛奶 那其实这个辛谷医师在书里面有提到 其实呢如果我们补充牛奶 反而会增加钙质的流失 反而会造成骨质疏松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中有一个东西 叫做血钙的一个浓度 那到我们血钙浓度的平衡被破坏的时候 就是因为当牛奶里面它有很多的钙嘛 那吃进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血液的钙浓度 它马上就上升 可是这个血钙浓度 它并不是一个维持在一个标准的 所以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骨头里面的钙就要被释放出来 然后去保持这个钙质的一个平衡 所以呢这样子这个过程反而会加速我们的钙质的流失 那我们从在美国的一个饮食当中 也可以发现 因为美国人其实喝非常多的牛奶 我以前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 大家把牛奶当水喝耶 可是美国却是全世界骨质疏松 数一数二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到底我们所以前所接受到的观念是不是正确 然后呢也应该重新去了解 到底牛奶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 那其实豆浆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在书中其实他有谈到 像目前有一些小孩子的白血症 或者是幼儿的一个糖尿病 那其实也跟摄取牛奶有关 在很多的文献也都已经谈到这个部分了 所以我们在使用牛奶 大家可以多评估跟多考虑一下